进入老年生活 很多人发现牙齿也慢慢的出现了问题 所以我们要提醒银发族要按时刷牙 多做牙齿的运动 还有要定期看牙医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另外提供给长者一个好康的情报 即日起到10月底 凡是涉及新北市65岁以上的长者 到市内269家合约医疗院所看牙医 都免收挂号费 跟着网红阿嬷 动动牙齿能保护自己牙齿健康 新北市推动动健康 现在更鼓励长者牙齿也要动起来 另外除了平时多动牙 也要记得去看牙 新北推出活动 鼓励长者看牙 长者不止不必出挂号费 还能获赠牙尖刷 因为必须补助假牙费 鼓励长者把真牙保住更是重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锁定健康牙齿标准 80岁老人至少得要有20颗 能正常咀嚼的牙齿 才能好好咀嚼吸收食物营养 假牙的制作其实是 我们牙医是最后的犬项了 尤其是活动假牙 因为活动假牙 它有一个小小缺点 会让你不好牙齿跟着掉更快 因为活动假牙是勾在 其他好的牙齿上面 经历良好口腔清洁习惯 多做牙齿运动 再加上规律看牙齿是迈入老年重要功课 记者陈秋天去新北市藏不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比黑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夕正